喂 我是吴季昕 现在是晚上8点18分 好 现在是2012年11月13号 位置是现在是在台湾 新北市 新甸区新北市 这边是我的住的地方 这是一张床 这是我住的地方 对 我现在是话 主要今天是来说一下这个 政府基金 政府基金的操作问题 今天也注意到 自由时报 还有 台湾绿色和平电台 谢长廷 今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 在绿色和平电台就说 政府基金去放到几家银行 去请一些专业人员操作 结果去造成政府基金 一些劳保基金跟退伍基金亏很大 我们现在把资料找出来看一下 好 它主要是说 有一个 劳保基金 很多国内经营 它其中有 第六个梯次 高达220亿 有七家业者得标 然后只有两家 两家它的绩效可以 这个国泰 国泰银行 还统一投信 其五家都是负债 其中永豐投信 负13.62% 负华投信也是 赔钱 10.2% 互帮投信是9.4% 赔赔9.4% 安贷是9.36% 所以这些投信集团 虽然把 老保基金的220亿 拿去 分给这七家 其中有些都 赔非常多 尤其是 永豐投信 我们再看一看说 它有一个表 表格 我找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还要用手机看 它手机上面是 也有写的 主要是 最简单讲就是说 还有几家 比如说 外国的 他们有委托外国 像 Pincon Alice Bernstein 他们都有赚钱 24.1% 19.9% 所以 所以 即使是 委托 威林顿 代操 他们也赚钱 所以说 还赚33.52% 所以 国内的业者 到底是出什么问题 大家都不知道 像 永豐投信 赔得非常厉害 政府给他21% 好像 老板基金给他21新台币 他赔了很多钱 我刚好是在 永豐银行 城中分行 当保全员 我当然知道 我们那栋大楼 六楼 是投信的 所以我刚刚没有直接关联 我们当保全 我是魏丰保全 开出在永豐银行当保全 我们不是直接 但是我们做这个工作 很辛苦 每天都要上班 四个小时 大家一下子听到这个消息 觉得很难过 人家怎么做生意不好好做 一下子怎么会把一些老保基金 还有这个退伍基金 赔那么多 但我们没有 让我了解 像县山景他们了解 可能是作为一个政党 政党在野党他要自分制政党 就像以前国民党喜欢骂那个 阳性银行 薛林他们一样 现在他们以前 阳性银行也赔钱 赔得很凶 然后有阿扁 承治扁政府 给他补钱 那时候听说是阳性赔了一百亿 新台币 大家知道阳性银行是民进党的 大金主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 但我作为一个小的保全员 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 互合那么大政党 像荣云银行 他也董事长 现在是以前的一个董事长 是现在的行政院长陈冲 就像县山景一样 都是很大 但陈冲没有办法跟县山景比 县山景是一个派系首脑 民党一个派系首脑 但我会觉得说还是 互合太大 因为是永恒银行 最近在这个张经理 一个女经理 Tina Jam 江提娜 或者我们欢迎中文 江威娜总经理 下面他们还有办法 今年要赚一百亿新台币 可是其实他们赚的钱 是绝对比那个投信 赔掉的那个钱 还要多好多 所以是基本上他们 永恒银行是他们绝对有能力 去赚钱 只是他们就是投信的 投信跟永恒银行 不是同一家公司 不是我们总经理在管 但是我想说 因为我们公司 永恒银行能力 他一定有办法做得到 说不至于说赔钱 因为你今年都赚一百亿 政府给你二十亿 在那老保基金上面 你是赔一个百分之十三 也没有赔到两三亿新台币 你自己都赚一百亿 所以他的能力 经营能力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做一个小人物 就是说我们做的那么卖力气 当个保全员 又不是营养 但是我们 但是觉得是说 还是不太好 所以我尽量要 能够找辞职的话 还是会辞职 我是吴季欣 我们从台湾 新北市新建区华处报导 谢谢